歡迎收看7月21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由下個星期四開始 6個月到5歲的小朋友可以預約接種疫苗 最近一個樓花交流 開發商給一個星期時間通知要買加備多十幾萬 各位家長留意 省夫在今天宣布下個星期四的早上8點開始 將會開放平台 比6個月大到5歲的小朋友 可以預約接種疫苗 在未來幾天 公有同接種的新冠疫苗 將會分發去到全省各地區 各地的公共衛生局診所 參與接種計劃的移科醫生 提供基本護理服務者和一房 都會提供有同版的疫苗 家長或者照顧者 可以去到省夫的疫苗接種平台 疫苗聯絡中心預約 又或者可以直接通過 各地的公共衛生局 移科醫生自己的系統預約 另外 省夫也是今天宣布 將臨時實施的3日有新病假項目 再延長多8個月 去到明年的3月31日為止 以便對抗還在傳播中的新冠病毒 這個原定在今個月底結束的項目 令到每個員工都可以享有3日有新病假 合資格的員工 如果需要接受新冠檢測 接種疫苗自我隔離 又或者要照顧受感染的家人 一天將可以拿到最多200元的工資損失 省夫在上年4月 第一次修訂僱傭標準法 容許必須服務員工 可以享有3日有新病假 以阻止病毒擴散 有關項目 原定只是推行6個月 但之後經過多次延期 至於當疫情過後 這個計劃會否繼續實施 又或者被納入即將公布的預算案之內 安省勞工廳就未有公布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墨西沙加市一個鎮屋開發項目 較隔在職 很多個3年前 買了這個樓盤鎮屋的買家 突然接到開發商的通知 要他們在不夠一個星期的時間之內 另外交7萬到17萬的交給費 這樣才可以完成物業交易 這個鎮屋的開發項目 叫做Dark Clarkson 地址在墨西沙加市Journeyman 1165號 鎮屋樓花買家 在上星期六接到開發商 Heaven Development的通知 要另外交包括安裝電錶到水錶 和清潔的開支 每條數都差不多一萬元 買家Michael是一個首次置業人士 他說通知告訴我 我要準備另外相當於20%的首期 給了錢才可以完成交易入伙 對於自己要籌操這麼大筆錢 他覺得很震驚 他說我和未婚妻 將我們畢生的積蓄投入這個房子裡 現在開發商告訴我們 我們要另外再交相當於20%的首期 這樣才可以完成交易 只是給水錶和電錶的費用 就要這麼多錢了 他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他和未婚妻是為了要保存他們的身屋 沒有辦法不向家人和朋友借錢 他還說 律師告訴我們 在他們整個的職業生涯裡 從來未見到交給費是這麼驚人的 另外一個買家克里斯就說 我要多給12萬5千 要在完成交易前的一天籌到這筆錢 他說他被迫貸款來繳付這些額外的開支 他最終可能要把這間屋賣出去 開發商Haven Development的聲明就說 這件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他說入伙交給費用的調整 是在安省買新屋的最終交易成本 對任何買家來說 他們都不應該感到驚訝 當然也不會讓他們的律師感到驚訝 上述的聲明還說 入伙交給費用並不是發展商的利潤來源 這個費用是要來比市政開發費、公園稅、 連接水電等相關服務的開支 和額外的基建成本 他說在規模比較小的新開發社區 由於買家的數量少 所以他們分攤這些成本的負擔 就要比在規模大的社區要更加多 聲明還補充說 The Clarkson鎮屋開發項目 總共只有74間新建的鎮屋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連收入45000以上和有幾個小朋友的家庭 如果拿過CERB或者CRB 這樣今年的福利金可能會減少3000元左右 由今個星期開始 那些加拿大家庭會收到稅局的通知 他們下一年度的退稅 和俗稱牛奶金的加拿大兒童福利 CCB等的福利 將會比往年減少 在疫情期間 聯邦政府發放的加拿大緊急響應補助金 CERB 和之後的加拿大復甦補助 CERB 以至其他福利項目 都是屬於應該繳稅的收入 這些收入因為當年沒有扣稅 所以增加了領取人今年的收入 亦都因此導致他們的退稅額 和領取的福利金可能會減少 中低收入家庭支持組織 Campaign以簽估計 那些領取牛奶金的家庭受到的影響最大 組織的全國總監Layla說 考慮到現在的收穫成本那麼高 那些靠牛奶金扶養子女的家長 會感受到更大的壓力 她說疫情期間那些父母為了照顧小朋友 而迫著要放棄工作領取CERB 現在要減少他們的福利 將會為這些要照顧小朋友的媽媽 帶來巨大的問題 而加拿大稅局在回應傳媒質詢的時候 只是承認一些家庭的牛奶金會有所減少 但卻沒有轉一步的指評 曾經在安產社會政策部門工作的莊話 低收入家庭 例如個人連收入低過3萬元 福利金的退稅額不會減少 受影響的主要是那些中等收入家庭 例如連收入4萬5萬 以及有幾個小朋友的家庭 如果拿一個CERB或CRB 那麼今年的福利金可能會減少3000元左右 其實類似的情況在去年夏天 也發生過在領取收入保證補助金GIS的獎者身上 他們因為拿了未扣稅的CERB 令到他們的連收入增加 因而令到他們的GIS金額相應減少 不過後來政府通過一次性的支付 補償了這些老人家的損失 Layla就希望政府可以採取同樣方式 來補償那些牛奶金減少的家長 她認為對於那些要向稅局 退分部分CERB的人來說 如果牛奶金再被扣減 無疑是雪上加上 香港女內學生Cherry Chan半年前來到多倫多讀書 在這個月18日晚 她帶領一個剛剛來到的朋友 去Tokyo Smoke開開眼界的時候 不小心 跌了放著信用卡的卡片套 有人撿到她的信用卡之後 跟著就去找卡買東西 她在社交媒體上 公開了這個拿著她的信用卡去買東西的人的影像 希望大家幫忙鎖定這個小偷 她要找的 是一張來加拿大之前 跟家人一起拍的照 那個是她帶來多倫多 唯一一張和家人的合照 Cherry在知道不見了信用卡之後 她已經即時致電銀行和報警 銀行已經答應 補償了她被人滾了那700元 所以金錢損失不大 她要找的就是那張 放在那個信用卡套裡面 那張和家人一起拍的照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她自己親自講述這次的經歷 也都希望大家一起幫她找回那張照 我在7月18號的晚上 7月18號星期一晚上的時間 我在Dundas Area那裡 就和朋友吃完晚飯 就在Yang Shri附近那裡吃的 那我就和朋友 因為我的朋友在香港過來旅遊 那我就帶了她去Tokyo Smoke那裡 去搜尋一下裡面的Cannabis 帶她去看一下 見識一下 那在Tokyo Smoke 在Yang Shri附近那間Tokyo Smoke的時候 那我就要拿個證件給保安看 究竟我的稅數是否符合她要求 那才可以進入那間店 那所以我在我拿那個Driver license 出來給她車子自由的過程 應該就跌了整個Card Holder 那我的Card Holder裡面 有所有的Credit Card和Debit Card 全部都在裡面 還有一些現金在裡面 還有一張Crestle Card 現金大概有60元左右 Crestle Card裡面有大概50元左右 然後所有Card加起來 大概有四張來自不同的銀行 有兩間不同的銀行 但是其實我跌了那一刻 我完全都不回應的 那我就在Tokyo Smoke裡面逗留了 一段時間走了一圈 那就由另一個出口離開了那間店 那所以 然後我就去了 就是朋友就回家 我就去了Planet Fitness做健身 就是做健身 那我整晚其實都沒有aware到 我是不見了那個Card Holder的 那我就做完健身 就回家睡覺 然後第二天早 就是7月19號的 早上8點半左右 我起床的時候 就看到有E-mail 就傳給我 就說有Broad Transaction Detect 就叫我留意一下 那我就開始 就是收拾個包子 就開始看看 我究竟是不是C Card在這裡呢 還是跌了呢 那我就發現找不到我的C Card Holder 那只是看到我的Driver License 在那個袋裡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 還有我就再查看我的 那些銀行的App的那些Statement 就看到有很多的 Transaction都不是我做的 那有不斷的賣東西 就可能用二百多元 買了一些東西 在Shopper Drug 還有在TOKYOu 又有買東西 又有餐廳的Transaction 那我就知道 我的C Card是被人用的 那它其實都用了我三張C Card 那一張我應該都有上次去用 但有一張用不到 應該是因為要PIN number 才可以用到的 那所以7月19日早上 我就立刻打給銀行 就Block了那些C Card 那也都有去一趟銀行那裏 去拿回一張臨時C Card 那而同一天呢 我都有File一個online report 給警察 因為我知道它不是emergency 的Situation 它屬於fault 和不見了東西 它們只會接受你備案 就不會處理 那所以我都沒有特意去遇見他們 那而在7月19日的晚上 因為我也有嘗試 就是trip post 去講自己的情況 那我有朋友 就問我發生什麼事 因為看到我有報案那些 那我朋友就教我 去將他的樣子 或者找一些證據去poll它出來 因為我同一天 我也有嘗試去Tokyo smoke 問他們有沒有撿到 或者有沒有CTV拍到在誰撿了 因為有人是用我的卡在他們那裏買東西 應該是撿了沒多久就立刻買 那所以我就去那裏找Tokyo smoke職員 那職員都很好呢 就給我看那個CTV 也都send了 即cap了一個scree shot 是那個人用的我卡的一張圖 就是那個女士 所以他都有那些send給我 我才知道是那個人用的我卡 而他也都很好 給我拍一個video footage 就可以看到他整個買的過程是怎樣 他的行為 那之後當晚呢 我朋友在instagram或者一些social media 再tag一些blogTO 或者6plus這些成材 或者放上reddit去make some noise 去幫他 其他人可以幫他identify 他的identity 那 暫時的階段就是這樣 但是都還沒有任何消息 今早11點 如一千部電單車組成的地獄天使車隊 由New Market出發 經過404和DVP再轉出市區 去到位於98號Carlo Avenue 一間屬於組織的雙部前面集結 紀念一個在去年年底去世的老黨員 多倫多警方聯同宇克區警方和散警 派出多個警員 希望將車隊對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附近區域的風路措施 預料將會持續至今晚7點 警方說集會大致和平並沒有衝突發生 而在今晚週末 地獄天使的成員也會去到道蘭區遊行 但是據警方所知 週末的遊行和今晚的悼念活動無關 而在過去這個組織也舉辦過類似的活動 結果有不少成員違反了高速公路的交通法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19度 明天的日間平均氣溫約30度 今晚的油價是1.78 明天預計會跌回四仙 現在替日香港新聞 海洋公園的大紅貓安安 近日傳出飼育不正的消息 海洋公園說 安安在今天已經與世長遲 享年35歲 等同於人類的105歲 安安的健康狀況在過去星期內慢慢轉差 食量逐漸減少 星期日開始已經完全停止進食固體食物 只是飲水和電解質飲料 活動量也大幅減少 對於年事已高的安安可以做的治療方案 只是限於減輕它的不適或緊張情緒 海洋公園說 安安的身體狀況已經變得很虛弱 生命已經走到盡頭 在徵詢過中國大紅貓保護研究中心之後 決定被安安接受安樂死 原方說安安屬於全球在人類照顧下 最長壽的紅性大紅貓 有市民今天 突然去到海洋公園悼念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繼早前發表研究報告 點名香港處理國安法的檢控官之後 委員會跨黨派成員在星期三 正式聯署致行美國總統拜登 建議制裁律政司和參與政治案件的檢控官 信件是由CECC委員會多個成員聯署 當中包括民主共和兩黨的眾議員和參議員 他們向拜登致行形容 政府檢控官是破壞法治的同謀 質疑新任律政司長林定國 會延續上任司長的強硬做法打壓意見 他們建議 律政司和志願參與政治檢控的檢控官 應該受到制裁 而展示美國行政當局 關注中國和香港 當局履行國際義務 和國際要求釋放政治反應的關注 而律政司長林定國就回應說 以任何卑劣行徑 企圖行檢控銀員施壓 都只會是徒勞無功 他將會和律政司人員 繼續團結一致 無畏無懼 和不偏不義地 履行憲制職能 其實我們自己未知 公司沒有跟我們說哪一套是台影劇 我們自己未知 所以就真的不敢說 市地大戰 市地大戰 不關事的 其實全年出的劇 都有機會各族 其實都不是近來才掀起這個市地大戰 我想由第一套 由第一套劇開播以後 應該都是掀起市地大戰 我覺得 你競敵是沾牙山蟲那些 怎麼知道 就是很多 安仔 Mole 其實很多競敵 每年TVB 其實你要爭 無論男主角好 女主角好 其實都很多競敵 所以 真是 看看緣份 想不想再拿 想不想再拿 信心一點 其實我自己 我幾想白色強人2 拿到最佳劇集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在疫情底下 大家都又隔離又成 大家很添蠻 就完成了整件事 我經常覺得 如果這個劇集拿到最佳劇集 大家開心 又拿到 對 大家開心是好過自己開心的 是大家最佳劇集 那就完美了 再中了頭獎 再中了頭獎 那就搞不定了 到時候我 如果真的拿了東西 又中了頭獎 我就答覆你這個問題 不知道今年他不止七兩度 事後大意 我希望 白色強人的每一個人 由新人獎 拿到去 市帝 那就 我們今年破天荒 三個市帝 就是過著安城堂和我 那就正了 我又沒有特別 覺得要 要拿多一次 定人的東西 但是 就是希望大家看劇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感受 我就開心了 就是 因為這套劇都有很多的意思 就算是 諸人事者 他都是有一些 講一些基層的人的生活 的苦況 那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他們能夠都感受到 有些共鳴 那我覺得 作為我演員 我就已經答表了 沒錯 其實最希望是觀眾 感受到我們 拍每一個劇的誠意 還有那個認真 就是如果拿 時帝時候是有獎金 那就會積極一點 嘩 你又好像 學了我那樣現實 你現在開始 但是現在 所以都是很平常心 因為戲裡面 他經常都會有很多竅 在我背後不知道的時候 他又做了很多一些手段 那其實YT第一集 他都是用很多手段 但是這次呢 竟然就自食其果 有時候我覺得 他用一些同樣的手段 對我 但是我都不約的 我又被我看通了他 哈哈哈哈 但是我是離世地拆彈的 就是 這個方法不行 就繼續想下一個方法 不斷想方法去 總之要對抗 我想我是一個不受歡迎 在明城北不受歡迎 因為我是空缸 立即要做院長 沒有辦法 高智慧 是啊 不要浪費時間 是啊 跟YT練過的 一定智慧都不低 是啊 反而我覺得呢 如果不是我們大家 互相角力的時候 一定是好朋友 嗯 因為去到一些救人的場面的時候 我們大家那個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都是以人為本 以救人為本 所以 你會看得很有趣的 就是當我們去到那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互相角力 但是當我們去到救人的時候 會互相幫忙 其實正式拍戲呢 這一次也是第一次 合作 其實我們很多年前 試了兩次同劇 一套是《美麗在望》 幾年前我入行 另外就是《古靈偵探》 我說這兩套劇 它都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哈哈 但是這次真的是第一次跟安仔合作 我很開心 是 有啊 第一天已經感受到了 跟安仔去做一個partner 去對戲 其實自己都要自我提升 那 那 這次是拍攝裡面 真是邊拍 我都邊學東西的 那自己都 就是內心其實都要 就是很用心 自我提升多些 去跟他對戲 是 我會覺得 在我了解他的過程裡面 在那個戲 就會很自然流露 和產生那個戲劇的表現出來 那我其實很多謝 定欣在我們在隔離的期間 他有一段時間都經常了解我 很想知道我一些過去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是 演員之間互相去 去夾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對 他真的跟我分享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真的在深圳有時候 不用開工 即比較開頭的時候 我們去茶餐廳吃東西 我們兩個 他真的將他演藝生涯 能夠分享到的一些 很珍貴的moment 而我也覺得 聽完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眼濕濕 很感動 我很感動 多謝他跟我 這麼願意跟我分享 他自己的故事 那我自己 就是 對 很開心 我覺得是 因為北京 我真的和安仔第一次這樣合作 我覺得這個了解 理解對方是需要的 很難的 並不是 很難的 可以 對